说福田怎么避免空调病 现在人人家都有空调了 这个话只能是从这开始 其实都不用说 就说你夏天开不开 就是了 那像今年夏天 我这个地方 不开就很难 其实每一年也都很少 有人不开了 但是像前两年 我作为多少一个修行者 我能顺应自然 都跟着自然走 实在没办法 那有些环境所限 你看这个屋子都是没有平房 你只能开 它不是自然 眼下这个风水已经不叫自然 所以你只能适当的去调解一下 光开窗户还不够 刚开电扇 这个温度也是不足以睡觉 像中午的时候就很难睡着 那晚上恐怕也要到很晚 那夏天就是这样吧 一东一下就很难过 你说空调 这一定会得病吗 很多年轻人不以为然 那当你到老了 才能知道一点 但是 话反过来说 就是年轻 稍微 怎么样一点 你要及时调整 马上就恢复 年轻大了 就不行了 所以 男女老说不一样 高矮胖说不一样 你开的就得不一样 像我个人呢 能得过且过 一般就是二十八九度 就足够 足够度下了 你说二十八九度 这 它开的制冷模式 跟制热还是不一样 还有别的模式 那么光 朝着一个方向吹 不吹你身体 有些人说这样 那其实有的时候 也不能 戒凉 而且 恐怕要开的温度更低 你才能有感觉 头啊 稍微找点风 也是没问题 你说 那不是 头进风了 全身都有毛孔 哪都进 哪都出 哪都往外排 你除非说是 比如说一个点 一个小缝 从这个孔里 进入这个风 老是吹一个地方 那不动 那就不好 那就让你反而出问题 那你看狂风暴雨来了 反而没事 这人就是这么 奇怪 那个时候就全身警戒 气筒已经拉响 全身就 就开始调动 这个机能 防卫机制 那这也是一方面 那二一个就是 你这单纯的 这叫 穿着引线 这叫点缺了 那 确实 这个乐器 你看金属 它不管什么东西 越锋利 那它反而更厉害 那大的压 反而没事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 这个时候话 其实古人呢 他也是 要想办法的 你看古代 当然一般都是平法 那很少有建筑 多少层的 那这个时候 他跟自然 就更接近一点 没有太多的 后天的人文的 没有一些科技的 但是夏天 他同样在想办法 一呢 就是 桌面底下 有风的地方 那么 有条件呢 像皇宫贵族去 避暑山庄 也有 去海边玩 这我们都知道 那回来也是晒的 晚上晒的一山黑 就不是经常那样 他会不习惯 那你就得多注意了 收拾尝试 自说很爽的话 那古代有条件的 皇家那还 专门 不知道从哪儿 搞了一些冰块 他这个 慢慢的 来降暑 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你说比家里的电位 恐怕 人车马 劳顿 甚至不计费用 但人家不计费用 你对一个皇族 是为你的享受 那这个东西 可谓是无价的